一言腾利明7月2日在香港湾仔出席潜水品牌活动 喜爱户外运动的腾利明表示 最爱的当然是潜水 因为潜水的环境非常美丽 而且是十分宁静的地方 腾利明透露早前在家中楼梯上摔倒并弄伤腰骨 但因为每天都要工作 一直没有时间去看医生 所以要再观察一下受伤部位的情况 其实也有啊 还有我的膝盖也有香啊 但是水柜快到了 潜水已经过了 所以我要养好我的腰骨 他会啊 他说因为下一年的 帮我安排的旅行已经 球比当中了 如果我养不好的话 就不带我去 他自己去 所以我要加油加油做那个训练 另外腾利明在TVB剧集 爱回家之开心苏地中的上善一绝 非常受观众喜欢 但纵观多年来 他拍摄的很多剧集 都是去演一些很凶的角色 不知道腾利明有没有想过转型呢 哎哟 叫我假装温柔啊 我怕你们吐啊 我没事啊 你们吐而已 也不是啊 通常他们写下来就是我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不笑 他们就觉得我特别送 某方全媒香港报道